社會選擇 中文字幕 聯合,香港 美國龍外齡 科學登師,平時香港 學校我們 中文字幕 聯合,香港 學院士,平時香港 學院士,平時香港 省人和政府發給我們 大家夫婦生個系列的優待證 這個優待證是從何地方 就是有種幼代條件,像學費減免、優勉、肥承、膝蓋、上顫抗 那種不同的股權的援護 就是有種針對得到的 以及不適合婚禁的婚品 and to have one partner sterilized. 博士和激發生育委員會 這是激生衛生和激發生育委員會 他們現在就發這種教人怎麼養孩子的書 以前那些人有個舉報箱 激發生育舉報箱 就是檢舉時又鬥子大了 是不是又非法懷孕了 這個就是免費避孕套 還有辦理都是這名父母年老的意識性獎勵 少生還是有獎勵的 義務教育小學掛圖 小學教學掛圖 你看他的教孩子們什麼 不是說要你接養硬水 接養糧食 遵守交通規則 多這個 他把這個硬水緊張 糧食短缺 覆蓋性污染 交通的擁擠 都規制於人口的不難成長 你看政國給人的形象就是這樣 人擠人 你不想上課了 三月份他們就告訴我 你不用上課了 這邊是工作單張寫的幾十塊錢 然後那個計程委 九月份他給我一個 社會負擁費整頓決定書 按照我們2009年 這個海南人均年收入的 九倍 就是24.642塊錢 實際上就是發款了 而且這兩個東西對比一對比 放在一起 我覺得很有戲劇效果 那我就當時就想這個走益 我就要放錢 我把自己賣了 拍的視頻的時候 我來旁邊就有老師 他說我們得拍當大行不行 我說你愛拍就拍吧 他拍了以後他就搞到網上去了 搞到網上當時 微波就已經轉得很厲害了 希望把激發生育早點幹掉 把激發生育幹掉了 我還去教我的名法 我並沒有想跟激發生育 喘兜一輩子 可是問題是現在這麼多年下去 他們也不要我上課 然後激發生育我也反不動了 文章也發不了 博客微博都給我封掉了 我想這段歷史 不能用那麼墨殺調 應該把這個歷史記錄留下來 這個是又沒人幹 別人又不幹 我也沒看見別人幹 這我就只好幹那件事了 從長期來說 無論是勞動力的短缺 或者是人口老齡化的迅速發展 對社會經濟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所以生育率並不是越低越好 有時候也想說去別的地方 但是沒有身份價沒有辦法 也買不了票 只要沖繩咱進國家 就是內國的公民 但是現在中國還有個戶口 才能認定你是中國國籍的公民 實際情況 就是在中國二十四年沒有戶口 但是這種事情到現在沒有終止 辦理復活蹤記的 是應該依國安機關 復活蹤記的相關規矩去辦理 就我父親拿出雙刀去拍手所上戶口 拍手所就說一個沒有 寄了班說變田而不給我上 寄生辦 給了一個1993年給了一個 五千元的處罰決定書 他這五千元在1993年來說的話 是一個天文數字 我母親在哺乳期被開除 就因為剩下我 就是我父親幾十萬年的公司 四口人生活 不是不喝是交不給他這個錢的 我孩子九年一無教育 那時間哪多錢買得來啊 那時間已經過去了 哈爾索一直以這個計劃生意為名 去說這個事情 不顧商務口 但是呢他有沒有法律依據在這兒 但是呢又有相關的法律去說 這兩個東西是不應該在一塊的 所以他一直沒有給我戶口的話 我是在一直在告他 拍他呀 拍他呀 反正哪年都有一次 我說你給哪放呀 媽媽說你看不到 就上我拿國外去放你 謝謝你 就比如說像我那種沒有戶口的人 如果找人家的話 也是說主要你不能合法 你不能離婚這兒 因為你沒有戶口 然後再有人說你就是 再生小孩了 小孩也沒有戶口 我雖然沒有上學 我現在在學一些法律 為了我的事情 媽媽老看著就這法律書 你看這檔號本來 就跟圖書館借的 圖書館借書 我們兩個孩子是他借一個 他借半夜圖書館的那個卡 也有照片 我們孩子都盤上去 到時候就查個不是他本人 都盤我們兩個孩子都那麼借不了書 我能上學他上不了 他心裡就挺別扭的 我有同學 我也說出去玩也什麼的 或者學校組的活動 那他羨慕都不行了 自己哪兒也去不了 然後你就一上了班以後 能掙錢了 有時候跟同事出去也會什麼的 他更羨慕了 而且他也挺想工作的 能給我分擔點負擔什麼的 沒人要他也沒法去 所以 他挺難受的 他耗著我 耗著我孩子越來越大 耗我身體越來那什麼 本身 等於制裁半天 我們孩子大人 我們現在我們他父親 為他這個護好 他父親都去世了 我天天我就扛著 等哪天扛不住 我就誇嚇一下 跟他爸一樣 我叫他兒子 我按著你 對 我看我 去看看 來吧 我跟他的 男人 男人 在我自己的生涯当中 我觉得如果是所谓计划外的孩子 基本上真的是很难得到祝福的 其实有区别吗 都是孩子都是怀孕都是生孩子 这是爸爸去妈妈 我爸爸就是一个人跟我妈妈吵架了 所以一个人就不来了 Vicky 当时就是突然发现自己有怀孕 怀她的时候年龄也很大 如果这个孩子不要 我可能也就不会再有小朋友了 觉得这个孩子既然他已经来了 就应该生下来 我跟他的爸爸分开以后 就是我要做单亲妈妈 妈妈 她们藏起来也能长大 街道嘛 辖区居民他都有档案 他可能会看到你有孩子 而且你已经这样了 你不应该再生了 你既然决定要怀她了 你就不希望有一天突然让人给拉过去强制银产了 对不对 这个是要买这个卡是吗 第一次去给孩子尝试报户口的时候 牺牲部的人核算了 然后说你这个情况要罚80多万 我不可能说花80多万 我给孩子仅仅就是买一个户口 虽然户口这么重要 但是没有理由的事情 只要他是罚款 不管你的资产有多大 你都会觉得不公平 因为我的孩子我养 不是你政府养 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腰包掏出来的 然后我还要花那么多钱去买他的出生 这个就本身对所有人都是不公平的 很多东西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就卡在这个事上了 然后你就解决不了 但是我一度真的有想过 我说我带着孩子 我去给孩子上货 他不同意 那大不了我也不活了 孩子也不活就这样 那就是一个学的教训 让你出动一下以后 后人可能会受益 我们这个超生的孩子 他就算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 你都不用去Paris所消互 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他就在这个世界上 好像就没有出现过一样 你叫什么啊 你叫奇奇 四月中的时候 大家开始奔走相告 说你家里如果有出生了 但是没有上户口的这种计划外的孩子 你可以赶紧去上户口了 非常简单 就是说你上户口的时候 然后不需要再去审核你的这个计划生育这一块了 现在他只有户口的孩子了 你的孩子有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通过这些户口来反应的 那确实是很不一样 名正言顺的可以去读公立小学了 都能感觉到特别开心 这是真的 估计正忙的那时候 你想要个妹妹 你想要个妹妹以后 姐姐不陪我玩 会不会像姐姐一样 你要了妹妹 你可能会像姐姐一样 觉得妹妹 五朵金花我都不嫌还 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再生个儿子六个正好 因为姐姐不陪我玩 人不能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是挺痛苦的 那样他不能按照他自己的想法 去生第三个孩子 我也挺遗憾的 不过这是你造成的 不是这么造成的 那肯定是 怎么会不是呢 怎么不会 怎么会是我造成的呢 你不愿意生就生 但是如果再有几十万的罚款 我们怎么过 进步也还是有这些年 他的进步可能不能满足我们的那个希望 这社会可能是因为国家比较大 这个改变起来很慢很困难 要几代人才能变得更理想一点 但对孩子来说不能坐等 然后我们能改变的就是 主动做一些改变做一些努力 你怎么不太高兴了 我还要不太高兴 没有啊 好老爸 你那儿还去上学吗 上啊 确实没有完美的社会 制度 只能有一个开放的社会 能够不然地调整你就行 进步 一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